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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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礼拜我有机会 其实我在上礼拜我生达科 我已经做了调节 顺便跟你们做交代一下 8月26号的宇治 72.6要会卖 要会卖 否则你看一下这些股票 宇治8月26号不卖的 现在跌到53.4 跌了一大段 高档没有卖 你怎么买下一档 你怎么做低接的动作 所以会卖股票太重要了 和亲也是一样 当时候8月26号53.4没有卖 跌到今天37.5 跌掉几层 跌掉几层 亲老师是会代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你到底在股票市场上 难道是买了放着让他套吗 为什么很多人买了参加他初宣席 买了之后 每年度去领股东会的纪念品 为什么为什么不会卖 赚钱不挺力 赔钱不挺損 很多投票的毛病 股票越来越多 14949 当时候有没有告诉你要卖股票 这边卖出很多档股票 便宜的940点 逢低承接在这个位置 三天涨了500点 14949 9月13号那一天 有没有 三天500点 有没有卖出台胜科 齐鸿 圣达科 同志 胡连等等 耳熟能响 所以当盘氏昨天 跟着一下 上礼拜五 我为什么要卖出 那么多档个股 因为苗头不对了 我知道盘会下来 所以盘要懂得随时而转 我不常耳提明明告诉你 不要预设立场 看错行情要懂得及时修正 最怕看错一直凹 鸵鸟心态 对你的一个资产 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上礼拜五 上尾有没有卖 怎么样 上礼拜五 华欣有没有卖 上礼拜五的高利 有没有卖114 上礼拜五的精锐 有卖114 上礼拜五的N3E 创新高11 有没有告诉你要接吗 有还是没有 上礼拜五 这个位置14277 要先卖 因为盘市会下来 光这两天就差了534点 你知道吗 所以高点有卖 接下来 你的持股要不要转到强势股 哪些股票基本面很强 筹码面又稳 在接下来融资下降的过程当中 它的弹生力道会比弱势股强很多的 就是你现阶段又留住了标的 你才有办法攻 你才有办法赢战 懂吗 先手先跑 接下来怎么战怎么攻 切老师这边会逐一的给你带到 N3E 这样股票 信质财 毛利高达100%的既有股 上市贵公司 台湾股市 毛利最高的 就是它 一般的IC设计 50%而已 它是IC设计的前置公司 所以靠智慧参战 毛利高达100% 头肩底的形态 270% 开始操作的 一档极油股 接下来 270%到348% 366块钱 我减码一半 348减码一半 打回311 差了37块钱 接回肯定吧 我说接回就接回 没有模拟两可 高点减码 低档做接回 什么时候卖 311到400 这样是89块钱 两阶段加起来是155块钱 如何低档出 如何低档进高档减码的 你很清楚 你有跟上任何一趟的 大家都探钱 而且不是小赚 是大赚 你对照一下大盘的走势 感觉很弱势 但是选到M31 你会感觉这个盘很亮丽 所以清老师 用心选股 我可以让你借这种地方 利用的价值 就是股票我很会选 每天我花那么多时间 在精挑细选个股 你以为是白忙一场吗 不仅股票未全 高低点的转折 技术层面的操作 有没有帮你加分 什么是获利陈述的效果 一档价值投资概念股票 如果你分段操作 一趟就好再换一趟 那种所谓的一个 获利元系的一个心态 会让你整个一个心情 每天都非常的愉快 心情好 做任何事情 都很轻松 不管做股票 或是跟你的家人 同事朋友相处 你都会觉得非常的愉悦 正面循环 所以400卖掉的M31 我看好还是看坏 我看好还是看坏 打回368X的32块钱 强势整理 可不可以接会 22号来到394 我说有机会再创高 有机会再过高 上礼拜四的分析 394 隔天 有没有过高 有没有创新高 来到是一一追吗 离我第三趟的买点 差了43块钱 我不是常常告诉你吗 股票往上走高 我最喜欢减码 大涨的时候 我一个口令下去 全体会员 可以卖在相对的高点吗 什么是全身而对的操作 两次之前的减码位置 你忘记了吗 包括上个礼拜五 不追当然要减码 是不是 所以411 减码的一个M31 昨天打到375 我说强势 支撑在这边 你对照一下 它的走势跟大盘 你又知道吗 为什么可以那么强 基本面 股价终究要反映 未来产业前景吗 所以我选的股票 品质的保证 你安心来跟我低接 之前 对 两趟的操作 198 将近200块钱 这是虚晃一招吗 有没有 这是虚晃的吗 所以当昨天回到375 强势支撑你家 今天有没有来 今天来到368 买 041的减码位置 差了43块钱 接回 接回啊 盘你觉得不好 是因为你的股票破底 是因为你不懂转换持股 手中有这档股票的 之前的一个获利 将近200块钱 今天又回到368的相对低档支撑 买还是买 给你分析 向来很肯定 我不会故弄玄西 我也不会跟你耍花招 我也不会每天跟你说空话 或是说梦话 画大饼的言论 对你的操作 一点帮助都没有 把一档股票的价值 我哪一天分析它的好 我哪一天分析上尾投控 可以做记录 没有 关键性的底部刚突破了 买在一个发动安全的买点 不需要去拆低点 买在一个底部刚突破的发动买点 安全 可靠 有没有赚钱 上礼拜四 94.6进场 进场完 亮灯 礼拜五解码 礼拜五 告诉你一个策略 先手先走 股票操作 你要懂得这样的一个分寸逻辑吗 不可能每天去 但是也不可能每天去 昨天融资大减了将近六七亿 对盘面来讲 筹码的稳定度 有力大盘往上攻 当你先跑一趟 先守住成果 接下来怎么战怎么攻 慢慢地看下去 我希望你不要用看的 看到了只是一个纸上谈兵 纸上富贵 对你真实的财务 一点帮助都没有 我给你分析 你跟着一起来并肩作战的 今天上尾 低档你有没有买 低档你有没有买 我上个礼拜五 卖在103 两天的时间 8.8% 短打 你继续算是8.8% 不到一根 卖掉之后 当天打回到98.7% 很快会接回来 很快会接回来 因为股价在低档 又是政策扶持股票 我昨天有没有再度提醒你 这种相关的政策概念股票 你踩低劲的模式 风险其实很低的 今天有没有低点让你买 今天有没有低点让你买 9.39分的一个上尾 按计划 98.5以下 接啊 39分股价还几块钱 98.3你去对时对价 98.3一定买到 因为我接完之后 还有更低点 这个位置我认为差不多了 做承接嘛 好不容易等它跌下来嘛 然后呢 殊不知它又跌到94.3 再洗一遍 尾盘拉高103 买在相对低档 这样的操作 辅不符合你的期待值 上礼拜 赚了8.8% 我卖几块钱 卖在103嘛 对 很快会接回来 我我们说到做到 什么是规划行情 掌握行情 我既然告诉你 很快会接回来 我就会付诸行动 所以呢 今天94.3 没有买最低啊 我接回在98.3嘛 103卖掉的啊 98.3 那98.3不是高档卖出的一个低阶的一个动作嘛 所以整个一个上围今天接回之后翻红103 这就是我的一个操盘节奏 另外这档 何大 电动车的股票 9月15号有利多啊 你们看到 何大 涨价嘛 一档股票会涨价 对于他的营运当然是非常一个加分的作用 但是有利多 以我20多年一个操盘经验 有利多消息的同时 当天最好忍一下 不要去追这个98.5创新高的高点嘛 所以我说不急啊 会有低点让你买的啊 是不是 所以当他回档三天 达到90.7 电动车的何大 八月一收利的新高啊 特斯拉看你股票嘛 站在买方啊 90.7啊 有没有上 当上去之后 昨天受到大盘影响 回档连续两根长黑打下来 我说还是强势 他有重错吗 他维持高姿态的强势整理啊 昨天 长黑 88.1 可不可买 嗯 这两个大 我可以告诉你 到昨天为止 我都没有卖 我上个礼拜我没有卖啊 会当然知道我没有卖嘛 所以当一档股票 下来过程 维持着高姿态强势整理 当然要逢低成绩啊 昨天88.1嘛 比这个位置 90.7更便宜啊 而且差不了多少啊 对 离我当时买这个位置 差不多啊 而且更便宜啊 所以当然还是要做成绩啊 今天核大呢 拉出6.2% 几乎收最高啊 中长红耶 中长红耶 来到93块半啊 每一位会员都赚钱 从这个位置开始买的 到今天为止收盘93.5% 我是采缝低成绩的模式啊 所以到今天为止 每个会员买核大了 大家都赚钱啊 大盘还没上哦 大盘还没冲哦 我家的股票 师傅我昨天告诉你的 你要留下来强势股 你要转换过来强势股 只有强势股 才有机会让你反败为胜 不要抱着弱势股 尤其那个产业前景是往下的筹码 又混乱的个股 你抱着 不会上 别人吃米粉 你花稍然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盘势结构 下来破底 转换持股最好时机 转换持股最好时机就是现在 你现在不换 到时候 你就看秦老师的股票 如何的强势给你看 你到时候又干瞪眼了 你到时候会干瞪眼了 这一档车用二极体的 打回到前波低档支撑 老朋友你知道是哪一档吗 这档股票我当然之前操作过 回到之前的低档支撑 当然要站在买方 希望未来强势汽油股的破断利润 你可以跟我一起共同来掌握 未来行情不晓得如果掌握的 你可以加油轻易老师来 小小组Stock178 或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换给 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告回来 继续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价值型投资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东哥有挺解封的干领股票 我在7月份8月份有操作过 同朋友还记得吗 当我7月18号183买的东哥 买完之后来到209卖 打回189做接回的动作 记得吗 解封的干领股票 8月初 190以下做接回 结果它从189涨到340 大涨151块钱 我当然没有赚那么多 当然有点可惜 这是我要检讨的一个地方 是不是 所以至少 千老师选的股票很飙悍 解封的股票 当时189 8月初 低档很好买 结果冲 冲出去 这样子一大段151块钱 那好不容易 我等它回档修正 你在看我超市股票 那个等待的一个价值 主要给会是一个低风险的操作 上尾投控 风电的 我是不是等了它好久一段时间 上礼拜确定落底了 往上攻了 我才出手 出手完上礼拜 103减码之后 我说过 低档区的 这场政策扶持股票 我随时会接回 昨天还提醒你 你踩低肩模式 风险相当有限 今天上尾 有低点让你上车 我不晓得 你有没有上车 所以东哥游艇也是一样 等了它一段时间 有没有价值 我有带会员忽然去追这种高点吗 冲上去了 市场上疯狂 摇旗呐喊 你要去凑热闹吗 你要去凑这种高点的热闹吗 万万不可 要就等了 等待这个位置不是很漂亮吗 回到低档的支撑 今天出手 9点37分 东哥 前半年就赚超过一股本 是不是基优股 现在要是选的股票 品质的保证 精挑细选 不然为什么 前面那一段 可以从19涨到340 大涨151块钱 是不是 前半年就赚超过股本的东哥 242附近买进买回 37分 股价21.5 你去对时对价 242保证一定成交 成交完之后还有更低 对不对 238 你们看到 尾环拉高28 有没有现买现赚 价差16块钱 什么样的操盘节奏 是你想要的 我是如何在降低会人的风险 你看不出来吗 我有每天 在跟你吹嘴什么 涨停板的绩效吗 为什么上个礼拜 我告诉你 人工人手 你要且战且守 行情苗头不对 该卖就要走人 先守住战果 接下来融资大减的行情 我带你攻 我带你战 这就是我的动作 风险永远是我带领会人投资的第一个要素 风险没有控制好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利润 你知道我意思吗 一支股票不处理好 很容易让你倾家荡产 你没有翻身的余地 所以亚会守亚会走太重要了 所以上个礼拜 我为什么要卖出 捡毛那么多档股票 因为我知道盘会下来 难道不是吗 所以东哥游挺 今天做了一个接回动作 242到258 这不是行情的一个掌握吗 大盘今天涨不到50点 我家的股票党党表现非常亮意 为什么 基本面 齐鸿 7月营收新高 到现在8月营收继续的创新高 当时我低档区100 106 连买两天 记得吗 第一趟的操作 卖在114 这我给你对时对价过了 打回下来 我111就做接回动作 当天大盘中错了 我喜欢买股票 接回之后 和你三天 三天叫转折 很多人被洗出去 我说还会再涨 隔天马上来到117.5 接下来到118.5 破断新高 我说我还没卖 我说我还没有卖 第二趟的操作 到昨天从18杀到10 我说他很强势 这根红鸡棒还守住 我也可以跟你讲 齐鸿到昨天为止 我第二趟操作没有卖 会员很清楚 所以我不会在电视上 呼嚷我们的会员 我做不出那种欺骗会员的事情 不然我怎么跟会员对齐对驾 是不是 这个名号飞浪得虚名 所以到昨天的一个齐鸿 我说强势 这根红鸡棒守住 强 昨天我要告诉会员可以低接 今天一个齐鸿 拿出中昌鸿 来到116 为什么不卖 齐鸿 散热模组 不管是在车用 消费性电子需求 依然存在 我说过这个产业 它不会衰退的 筹码 是不是越来越一定 融资一直下降 所以一档股票 只要有低点 我会带你上车 因为它终究要反映 它的一个未来基本面 所以现在行情 不要悲观 融资大减 符合稳定 盘只会越来越强 落底的时间 其实已经到了 你现在就是要 由落转强 把手中的强 弱势股全部转换到 未来产业前景加的 筹码稳定的强势主 你才有机会 反败为胜 不想如何调整持股的 欢迎加入 龙家军的行列 从明明开始 我们一起来对食对价 把节目时间交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传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家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